哈喽 最近好多人臭我花穿搭 我终于来啦 今天的妆是不是画得也很漂亮 第一套是我很喜欢的这种 慵懒风的大毛衣 然后它是这种破破烂烂 比较有设计感的 我觉得简单的搭个靴子 小包包出门就很好看 当然如果你觉得会冷的话呢 也可以搭这种 毛毛拼色的一个牛仔裤 也很简约时髦 第二套是一个后真质的缝衣外套 我给它搭了棕色系的靴子和包包 松绿色很特别 也很显白 然后它上身的垂贵感很好 也很显瘦 接下来这件也很显白 是薰衣草籽的大脚花毛衣 也是宽宽松松的 就不用考虑穿搭 就随便搭个靴子 然后搭一个这种 戴帽的大衣就可以出门 下面这套皮草搭长扮裙 我觉得很时髦 它会降低皮草的成熟度 就是年轻很随意的感觉 然后我要感慨一下 现在的环保皮草 真的做得太好了 接下来这套也是比较休闲的感觉 我觉得这件奇异国色的毛衣 真的好显白 然后这条牛仔裤的版型也超好 就是不挑人 然后还加了超厚的绒 下面是一件奶坨色的双皮尼大衣 然后它这个腰带 可以继承蝴蝶结奶穿 就还蛮有气质的 一颗的设计可以扣起来 也可以翻开 然后搭配了同色系的帽子和靴子 我觉得就还蛮有秋冬氛围感的 下面一套就很舒服 有人说感觉到舒服的时候 才能够展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尚 那我觉得这套就很时尚 最后一套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 小个子女生的双皮尼外套 搭了一个比较休闲的包包和拖鞋 就可以出门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